在市面上的濾水器產品是很多 而且這個競爭也很激烈 這個濾水器才會表示 其實這個濾水器的品牌不重要 但就是這個濾芯要把它定期撐碗 更重要是因為這個濾芯如果沒有碗 這個水一樓比館來使用的水更加濕 使用進水設備的時候能夠記得一定要更換濾彩 不然從你的原水這麼的濁的情形下 當你用了過濾器材以後讓它如此的清澈 可是當你又沒有再更換濾彩的時候 它還是會回到這樣的原來的狀況 這就是你們所使用的水 濾水給這裡表示 這罐水有的是為了濾水器的濾氣當中 所用來的水 不然後 而且又比那罐來使用的水更加濕 這裡表示 有的消費者就是種了濾水器就萬物一息 不知道中了濾水器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濾材的經過 不知道消費者最好是不通用 講以現在市場上還有我們現在社會環境大家使用的過濾器 基本上是以RO逆生頭來說 那RO逆生頭它本身它的濾芯來講 第一道的濾芯差不多基本上都規定三個月 第二道規定是六個月 第三道也是規定六個月 那第四道它的RO模它在NSF認證裡面是規度 再兩年來更換 濾水的價值表示 濾水器拼擺並不重要 最重要是濾材選擇 一般在三個月過來 最多在這百年就要換一次 現在一般家庭所使用的飲水機問題是最多 因為沒有經過清晰和換這濾材問題的動作 喝的水是越喝越熱 一般的家庭使用的淨水設備基本上是RO逆生頭 再來可能就有人會使用一些比較高檔的 比如電解水機 能量水機 還是說一些火水機的部分 那在我們這些機器的使用方式裡面 如果說你並沒有好好按照他們的更換過程 那可能你家的水原來來的水是這麼樣子的濁度 那你如果我們要順利更換你的濾水器材的話 那你是不是一樣把這些水 全部都喝到我們的身體裡面呢 濾水把這些檢查 不要叫做濾水器就沒問題 最重要是要選擇這個濾水器的公司 剛才要給電機檢驗以外 也要給電機換這個濾材服務 這就要自己也要知道如何清晰 這會讓自己喝的水越來越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